全球新闻最焦点 学费医疗全免费 看北欧福利国瑞典 单卖所得税40%起跳 人民为何乐意缴税 今日罪犯流放地 今日成为幸福国度 澳洲蜕变大 新人资源加人口红利 东协经济亮点印尼 深入独到掌握世界脉动 请锁定民事全球新闻 欢迎收看民事全球新闻 我是张嘉欣 今天是正月初期 全球新闻在猴年播出的第一集 我们特别为您挑了几个 常常在幸福国度排行榜当中 名列前茅的国家 包括了北欧的瑞典 丹麦和南半球的澳洲 我们就先来看看人口 仅占全球0.15% 却造就出全球第七高的人均GDP 还有6%的跨国公司 而国民的幸福指数 也是名列前茅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呢 就是每年颁发举世瞩目的 诺贝尔奖的瑞典 而去过了瑞典的人 都会对它的城市 高尚的气质所吸引 更令人羡慕的是瑞典公民 不仅从小学到大学毕业 都免缴学费 20岁之前的医疗健保 基本上也是免费的 而且呢就从孩子出生 或是收养的那一刻起 瑞典的父母还享有 480天的超长带薪产假 而其中的390天 能够领到八成薪 今天的幸福国度系列报道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古老而自由的北欧乐图 70年代红极一时的阿爸和唱团 是许多四五年级生 共同的回忆 阿爸的经典名曲 台湾的年轻一代或许没听过 Vovo的高级进口车 一般人也或许没坐过 但全球家具零售龙头 一家家居在台湾的卖场 北中南不少民众肯定都去过 2015年当进军台湾的全球第二大 评价时装品牌H&M 时尚达人也绝不会错过 而局势公认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 更是连台湾小学生都耳熟能详 但您可能不知道 这些世界顶尖品牌和崇高奖项 其实有个共同点 这是全诞生于北欧的瑞典 2015年美好生活指数 排名第二的幸福国度 为了衡量国民幸福程度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以所得生活满意度 及人身安全等11项指标 制定出美好生活指数 在列入评比的36国中 瑞典几下挪威独占第二 仅述给南半球的澳洲 其中在工作与生活平衡度 公民参与度和教育等八项 表现都超出各国平均值 而环境品质这项更是名列第一 秩序 瑞典位于斯坎地纳维亚半岛东部 西陵挪威 东北与芬兰接壤 距离台湾超过1万公里 面积将近45万平方公里 是台湾的12倍大 国土64%都是森林 作用林木 铁矿和水利 三大自然资源 聚材和纸浆出口都高居世界第三 职业出口世界第四 而除了传统的林业和矿业 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80%的瑞典 机械 电子通讯等领域也十分发达 人口仅占全球0.15% 连台湾的一半都不到 人均GDP却超过5万8千美元 是台湾的两倍多 全球底气高 经济表现这么抢眼 靠的还不只是天然资源 瑞典素有创新之国的美誉 例如1990年问世的 全球第一家兵旅馆 就是坐落于瑞典 人口仅占全球0.15% 却拥有全世界2-3%的发明 从日常生活中的拉链 温度计到电冰箱 从电脑滑鼠 汽车安全带 到全球定位系统 甚至是炸药 不升美举 而且瑞典不只身兼先进工业国 和环保强国 还以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打造以人为本的福利大国 瑞典公民不仅从小学到大学毕业 都免缴学费 20岁之前的医疗健保 基本上也是免费 而且就从孩子出生或收养的那一刻起 瑞典父母还享有480天的超长带薪产假 其中390天能领八成薪 孩子免满16岁之前 每月还享有额外的子女津贴 仿佛里运大同篇描述的理想世界 不过也因为这套 从摇篮到坟墓全包的福利制度 瑞典人缴的税至少30%起跳 多得甚至超过五成 赋税负担率连续几年都超过40% 在OECD的34个成员国中排前几名 正如瑞典国歌所赞叹的 这个古老而自由的北国 至今仍包有好山好水 没得令人动容 平均每年入境游客高达1600万人次 来到这里 人们还享有一项十分罕见的权利 为了享受自然 居然连私人林地和水域都能自由穿行 当然前提是保持适当距离 不打扰主人安宁 这种通行自由 台湾人或许难以想象 但对热爱大自然的瑞典人来说 却是天经地义 说瑞典是人间乐土 一点也不为过 明映新闻专题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 北欧的童话王国丹麦 举世闻名的安徒生童话 有许多知名的故事 都是以这里作为背景 像是知名的美人鱼童话 就让首都哥本哈根的海港边 树立了一座 让成千上万的游客 每年都要拜访的美人鱼雕像 而梦幻的童话王国丹麦 同样是一个福利制度 相当完善的国家 从人一生下来都接受教育 甚至退休养老 都有政府好好的照料 百姓根本不用担心 会过苦日子 当然老想要有这么好的福利 税是少不了的 而且丹麦的税 还是出了名的高 所得税从40%起跳 还有个8%的社会安全税 另外买东西的货物增值税 是25% 全球最高是台湾的5倍 那么一般的民众缴完税之后 他们的收入大概只剩下30% 但是丹麦人不但乐意缴税 这个国家还时常名列 全球最快乐的国家 詹姆士是明清洁员 每天得起个大早 挨家挨户收垃圾 虽然天天得早起 但他觉得这份工作 他做得很开心 因为每天早上 都可以和大家亲切打招呼 这份工作对他来说 一点都不委屈 反而还很有成就感 这份工作不但可以 为国家社会奉献 自己也可以兼顾生活品质 因为他早上只要工作5个小时 下午就可以去学校当手球教练 加姆士认为 自己的工作不比任何人低贱 当然想要幸福快乐 光有固定工作还不够 要能够无忧无虑 也是基本要求 从出生念书就业到退休 丹麦政府通通一手包办 而且从一出生就要让每个小宝宝 享受到爸妈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已经在生育宿 我已经在生育宿前4周 Elly生育宿前 她现在已经9周 所以在德国 可以在家里在家 并且在第一年生育宿前 我已经在生育宿前 大概是一段时间的时间 不只可以不用上班 专心在家带小孩 而且一整年的育婴假 还可以领半薪 看是要爸爸请或是妈妈请都可以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丹麦男女平权的精神 小朋友长大了 当然要上学念书 在丹麦家长不用担心付不起学费 因为丹麦人去学校念书 完全是免费的 丹麦并不崇尚精英教育 而是希望所有学生 依自己的喜好和兴趣自我开发 让教育可以发挥极致功能 因此既既既教育在丹麦 一样受到重视 一样有很多人选择 因为他们知道 无论做什么工作 在他们国家社会 都不会受到歧视 和不平等待遇 在丹麦大专椅上的学生 每个月还有津贴可以拿 这也大大鼓励所有人 可以活到老学到老 年轻人更不用害怕大学选错系 因为国家永远会给他们机会 提供他们免费受教权 什么时候想回到学校都可以 除了福利外 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 也是生活安定 不可或缺的保障 丹麦和其他福利国家一样 失业有给付 生病就医完全免费 就连老了想住老人院 也当然都是政府出钱 政府负责百姓的医生 当然要有足够的经费 这些钱当然是从税收而来 丹麦是全世界赋税 数一数二重的国家 收入有一半以上 都要缴给国家 但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说 很值得 干卖的所得税从40%到60% 还有一个8%的社会安全税 买东西的货物增值税是25% 全球最高 是台湾的5倍 一般民众缴完税 大概只剩下30% 也难怪大家都想尽办法 想要避税 在丹麦想买辆车代步 除了车价外 还得富含车价相当的 一笔登记费 然后每年还要缴 排照税 燃料税 环保税 车灯税 轮胎税 电池税 甚至连换润滑油 都还要缴税 难怪丹麦有44%的家庭 没有汽车 这也让丹麦能更有效 控管碳排放量 环境也能永续性发展 丹麦国土比台湾大一点 人口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 但人均收入却是台湾的2.5倍 贫富差距比台湾还小 先见丹麦国家不大 但国力很强 而且联合国2015年 公布的快乐国家排行榜 还荣登第三名 在此之前 丹麦也常常拿到 这项排行榜冠军 虽然丹麦的治国之道 颇适合这种小国寡名的国家 但在历经金融海啸 国家的财政也遭受不小打击 国民的福利也开始缩水 以往失业救济金可以领4年 但从2010年起 年限砍半 最多只能领两年 而且退休制度 也不得不做初变革 目前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 但计划在2020年 把年龄提高到69岁 新上台的右翼政府 还计划要继续大砍福利 因此这波中东难民 即使经过丹麦 也不愿意登记申请庇护 甘愿继续冒风险北上 前往难民福利更好的瑞典 到那里去开展新的生活 民事新闻五肉网专题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到是经济合作 及发展组织OECD 从2011年起针对已开发的国家 进行了高达11项的评估 而发布了美好生活指数 那么为在南半球的澳洲 连续四年蝉联这个俗称 幸福指数的榜首 那么究竟澳洲这个面积 全球第六大人口 却跟台湾不相上下的国家 是怎么样从一个 英国罪犯流放地走到今天的 其实这跟澳洲人的收入 有极大的关联 当台湾的最低时薪 还在120元 澳洲已经高达新台币430元 澳市全球已开发国家 而澳洲的政府 又为民众提供了 什么样的福利呢 我们带您一块了解 雪梨港的跨年烟火 总为全新的一年拉开畜牧 在许多外国人眼中 缤纷的大宝礁 神秘的爱尔斯岩 立国之际的畜牧叶 可爱奇特的野生动物 澳洲就像一个快乐天堂 走向雪梨环形码头 经常听到这低沉神秘的乐声 它是迪吉里多 把尤加利树干挖空 制成的欧洲原住民传统乐器 也是现今世界上 最古老的吹管乐器 18世期末 英国将罪犯流放到欧洲 开启了欧洲史上 最黑暗血腥的一页 英国人为了圈地开垦 对已经在欧洲生活 4万多年的原住民 极尽剥削迫害 最令人发指的 就是1930年代起白澳政策之下 长达40年的悲剧 失窃的一代 一部澳洲电影《孩子要回家》 重新了这一段血泪史 当时澳洲白人 把大批原住民儿童强行带走 送进天远集中营进行白化 痛苦的亲子分离 种下了原住民对白人的仇恨 也导致澳洲原住民青少年 自杀率激增 片中14岁女孩莫莉 因为响家 决定带着妹妹和表妹逃走 三个小女孩沿着沙漠里的防护栏 跋涉1500公里 终于见到了妈妈 这部电影唤起了澳洲人的深切反省 澳洲政府也一直到2008年 才向原住民致歉 一路走来 虽然澳洲社会渐渐走向和解 但双魂依旧清晰可见 原住民的幸福仍指日可待 但澳洲已经是许多人心中的梦想活动 大宝礁岛主的全球征选 六年前曾经引18国青年竞香角逐 最后37岁的英国青年索获 抢到了半年可以领15万澳元 换算下来实行4万5千元台币的 梦幻岛主工作机会 澳洲之所以连年登上幸福排行榜的榜首 跟收入有极大的关系 当台湾的最低时薪120元 澳洲已经高达新台币430元 澳市全球已开发国家 澳洲政府的逻辑是 如果连穷人都消费得起 生意人怎么会怕投资赚不到钱 有钱花也赶花 在许多澳洲老人身上也看得到 在台湾超过65岁可以免费搭特定公车 高铁飞机也有半价优惠 过在澳洲65岁以上老人就连电话费 电费都有折扣 无法出门购物超市帮你送 无法自理餐食或打扫的 政府有特定机构请义工报办打理 至于小朋友18岁以前都有助养费和津贴 18岁以后还可以领学生津贴 和台湾很不同的是 澳洲还有寡妇抚恤金 针对50岁以上离婚 或是遭政府遗弃 以及丈夫入狱打半年的妇女 澳洲的福利让人民很有感 近年中国崛起 铁矿砂和煤矿等能源需求 将澳洲的经济推向了顶峰 但中国经济放缓也为澳洲带来隐忧 澳洲政府估计 铁矿砂每段经验货价 每下跌10美元 澳洲政府每年的税收 就会减少25亿澳币 非得靠货币贬值来降低冲击 而连续15年来 澳洲政府不断调高最低时薪 已经出现物价狂飙 物主请不起人才的负面效应 失业率超过6%高于美国 几年来走路有风的超级小资 有些人已经开始变成 赚不够用的新品阶级 过去十年堪称澳洲的黄金年代 种种优渥的福利背后 是约10%的高收入者 近一半收入纳入国库所创造的 面对全球仅期下滑 澳洲将如何走进下一个十年 未来的挑战还很多 日新文物媒专题报道 稍后回来是我们的东协系列报道 要带来看看十国当中经济亮点 印尼 印尼的人口排全球第四多 年轻充沛的劳动力 庞大的市场 让它成为东协经济的火车头 而总统左科威更表达了 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的意愿 只是要加入TPP 有什么样的阻力呢 再稍后有完整的报道 另外是位在波罗州的汶莱 汶莱是东南亚第三大的石油生产国 但是汶莱的原油产量 只够再开采22年 汶莱政府如何面临 即将到来的困境 我们马上回来 今天的东协系列报道 首先我们来看到 是位在波罗州的汶莱 是近年来满受国人欢迎的旅游地点 那么在1929年 汶莱发现石油成为东南亚 第三大石油的生产国 而经济也因为出口油气 而大幅的改善 到了2013年 GDP在全球是排名第四 但是外界多半不知道的是 汶莱的原油产量 只够再开采22年 小国寡名拥有丰富的油源 但是除了油 什么都没有 有许多原物料都得要仰赖进口 再加上大学生只想去公家机关谋职 企业要找到人才是十分的困难 因此虽然吸引外资 喊得十分的响亮 但是外资前进汶莱的脚步 并没有加快 那么面临即将到来的困境 汶莱政府正努力发展 油气以外的产业 要将汶莱带向多元化的经济 不过做起来并不容易 说起皇室和石油 大家马上会想到沙乌地阿拉伯 事实上从台湾出发往南飞 约莫三个半小时就能抵达的汶莱 也是一个有皇室有石油的国家 他们是从金门过去汶莱 对在台湾的我们来说 汶莱有点陌生 但又不是百分之百陌生 歌手吴尊就来自汶莱 汶莱位于婆罗州西北角 西边陵南中国海 其余国土都与马来西亚的沙劳越接壤 汶莱面积5765平方公里 大约台湾的六分之一大 人口却不到42万 比台湾的百分之二还少 其中六成多为马来人 华人占百分之十一 属第二大族群 大部分是来自金门和厦门的闽南人 走入位在首都斯里百家湾的腾云店 青烟鸟鸟鸟 店内的种种看起来都很熟悉 汶莱正体为马来伊斯兰苏丹王国 现任苏丹是第29任的哈山纳伯加 虽然小谷寡名但因卖石油和天然气 可说是坐在金矿银矿上 经济实力强劲 2013年GDP达24185美元 全球排名第四 迎故新加坡居东协第一 问来不科所得税也没有营业税 再加上法律漏洞不少 企业多半不缴税 政府对人民也很大方 看病受教育都免费 而虽然是伊斯兰国家 女孩子也能接受高等教育 就业博览会上 精心打扮的女学生相约来找工作 面对记者落落大方 英语对答流利 我们已经有三个月的假期 所以我只是想要充满我的时间 在假期的假期 任何我可以做 所以我不太选择 但是 我从外头看完 的确叫人羡慕 不过天底下没有永远的事 根据英国石油世界能源展望报告 以目前的开采速度计算 汶莱的石油蕴藏量 只能再撑22年 汶莱汇丰银行经济学家 威尔卡克斯就表示 就某些方面来看 汶莱可说是地球上 最幸运的国家之一 小伯寡民 拥有丰富的油银 可是从别的角度来看 它又有点倒霉 因为它除了油 什么也没有 汶莱是一个小的国家 但是它有三个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是 一个不仅仅的确定 政治和经济 第二个是 一个很成功的 油和油业 温莱的出口 温莱的出口 96%是石油天然气 或石化相关产品 不过政府已体认到 由原日益减少的现实 开创多元化经济 吸引外资 正是温莱积极努力的方向 据估计全球清真哈拉食品市场 每年可达5000亿美元 汶莱本身是个伊斯兰国家 与非伊斯兰国家相比 进入这块市场 难度相对低很多 温莱政府成立了 温莱哈拉的品牌 要将自己推向 世界顶级清真美食的行列 此外 温莱还要扩大现有的 温莱甲腕厂 打造世界级石化工业园区 温莱第一个 资讯与通信科技育成中心 2009年落成 为商业科技园区铺路 而在温莱湾 在一片955公顷的土地上 会有货柜集散港 出口加工区 制造中心等 还将打造住宅区和休闲娱乐区 温莱政府和企业界都认清 必须走出石化业 也提出不少计划 和吸引外资的诱因 但因长久以来 温莱只有石化业 其他产业来了后 发展并不顺利 许多原物料都得进口 再加上大学生 只想去公家机关谋职 信业要找到人才很困难 因此 虽然吸引外资喊得很响 但外资前进温莱的脚步 并没有加快 现在的温莱 正站在关键十字路口 温莱是否能成功改头换面 外界都睁大眼睛看 民事新闻 黄慧泽综合报道 今天的东协系列报道 还要带来看到是十国当中的经济亮点 印尼 印尼的人口排全球第四多 年轻充沛的劳动力 庞大的市场 让它成为东协经济的火车头 虽然近年来经济成长迅速 但是贫富差距加剧了 而印尼的区域发展也是严重的失衡 像是在爪哇岛 虽然是五大岛当中面积最小的 却是印尼经贸活动最热络的地区 而平民商人出身的总统佐科威 他希望借由新建基础建设 来打造一个资源均分的公平社会 而为了平经济 佐科威前阵子也表达要参加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意愿 只是要加入TPP 还有来自国内外的多重阻力要克服 是不小的挑战 说到印尼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不是高楼大厦林立 永远在塞车的繁华首都雅加达 不然就是蓝天碧海的观光热点巴厘岛 印尼拥有17500个岛屿 是最大的海岛国家 面积达192万平方公里 约台湾的53倍 而2.5亿的人口排全球第四多 也是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地广人多 天然资源又丰富 在东邪十国中 印尼俨然就是龙头老大 不过15年来 印尼经济持续往上 虽然让中产阶级逐渐成长 但真正肥到的 还是少数有钱人 贫富差距变得更大 数据显示 印尼财富集中在两成的金字塔尖端 另外八成民众并没有享受到 经济成长的红利 而这人数多达2亿 摩天大楼 矗立在蓝天下 显现大都会的气派 但是在河的另一边 却是残破低矮的贫民窟 在首都雅加达 这M型社会的两端 并非远远相隔 而是锦铃参杂 更凸显贫富的强烈对比 如同民众贫富差距悬殊 印尼的区域发展也是严重失衡 印尼有五大岛 由大而小 依次是加里曼丹 苏门达蜡 巴布亚 苏拉威西和爪哇岛 爪哇岛 雖然是五大岛中面积最小的 但是却是印尼经贸活动 最热络的地区 一般的企业总部 都是设立在这里 另外因为它的各项 基础建设比较完整 工业区的数量也多 是外国投资者首选的地方 另外整个印尼的人口 有六成是居住在爪哇岛上面 爪哇岛面积最小 却集中了最多资源 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也最大 2015年为58.35% 再创新高 而运藏农矿等丰富天然资源的 苏门达蜡和加里曼丹 则分别只有22.31%和8.22% 平民商人出身的总统佐科威 将平均分配资源 平衡区域发展列为施政的重点 而强化交通建设就是第一步 这是佐科威2014年就职时喊出的豪雨 他提出了五年计划 要让印尼重拾海洋王国的光荣 其中海上高速公路就是重点建设之一 所谓海上高速公路是由24个商业港口串联各大岛 预计三到五年内可以见到具体的进展 未来可以降低物流的成本并加快速度 让资源不再独厚爪 而即使在最富裕的爪哇岛上 东西两边的发展也有落差 不过随着高速铁路和公路相继动工开通 将来西端的雅加达和东边的四岁 也能快速连接 进而达到产业东移的目标 54岁的佐科威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 大学毕业先是经营家具出口 经常来到台湾 之后从政做到了雅加达省长 2014年夹着高人气和清新草根的形象 打败了政治权贵赢得大选 成为印尼第一个平民总统 上任后佐科威全力拼经济 不断对外资招手 而印尼人口众多市场庞大 劳动力廉价充沛 对外商也颇具吸引力 像台湾过去几年来对外投资的比重 印尼都排在第五位 而台商在印尼也有不少的出口商机 其中包括机械 车辆零配件 自通讯产品以及清真食品 而面对近来吹齐的区域经济整合风 印尼也搭上了势头 首先东协十国在2015年底成立了经济共同体 总人口六亿的规模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成为最具潜力的市场新星 而对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目前有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等12个成员国 GDP占全球的36% 据统计印尼弱续加入产能可提升4% 进口可增加20% GDP的成长也有1.7% 虽然对拉抬经济是一大助力 但是由于国内阻力重重 让印尼在先前迟迟无法表态 其实和其他反对TPP的国家一样 印尼内部抗拒开放市场 反对外资大局进入的声浪不断 加上复杂的政治因素等 都让印尼很难撤除保护壁垒 但如果自觉于区域经济整合外 就无法享有优惠关税 大大削弱了产业的竞争力 难以和越南等东协邻国竞争 跨国公司恐怕也会纷纷出走 两厢权衡下 左科威决定对TPP say yes 印尼贸易部长则表示 预计花两年做好加入的准备 希望未来能够透过TPP 将纺织品球鞋等出口到成员国 虽然印尼在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上 买出了第一步 但还有不少关卡要过 像美国已经立刻开出了种种条件 包括简化行政流程 解除进出口限制 保护智慧财产权等 面临内外压力夹击 印尼当局能否整合内部分歧 成功加入TPP 恐怕是艰巨的挑战 明示新闻综合报导 今天的国歌系列 我们带来听听纽西兰的国歌 那么纽西兰是全球最年轻的移民国家之一 早在1840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 波利尼西亚移民 早已经在西元500到1300年间抵达 而他们就是纽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 毛利的文化也是今日纽西兰文化的重要精髓 而纽西兰有两首国歌 分别是《天佑女王》和《天佑纽西兰》 后者较常用于公开的场合 而根据当地的习惯 会先演唱毛利语版本 再来是英语的版本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天佑纽西兰》 《天佑纽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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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不但有天灾也有战争 而新历年会有哪些话事 左右国际局势呢 稍后我们带您一块了解 欢迎回来 但来看到是去年可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 不但有天灾也有战争 而声音现象引发的天灾 将会持续到今年 不止这个气候威胁全球 序列内战和激进组织 伊斯兰国IS的恐怖威胁 也是让各国胆战心惊 那么去年底激进组织 伊斯兰国IS在巴黎发动恐怖攻击 震惊了全球 依旧威胁国际安全 再者持续下滩的油价 还严重打击国际股市 而中国的股市一开年就惨跌 再加上人民币走贬 房市也可能因为炒作 最后演变成泡沫 而曾经是全球经济火车头的中国 如今股汇防三大的市场 都可能重伤中国的经济 而新历年还会哪些大事 左右国际局势呢 我们带您一块了解 树林倒塌压毁房屋 连车子都变成一堆废铁 百姓一夜之间身家 幾乎都毁于风灾 天亮了张开眼睛一看 幾乎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没有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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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对岸的英国 叶旦节涂降大雨 酿成70年来最大雪患 英格兰北部和中部 至少有800栋民宅被淹 初股损失达19亿美元 美国太空总署 NASA预测声音现象会持续到今年 而且这可能会是有史以来 破坏力最强大的声音年 这直接冲击的便是粮食短缺 非洲国家可能会多达 3000万人面临饥荒 届时稻米 糖和咖啡等作物 也可能上涨5%到10% 一出现这种临时的状况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粮食市场就乱掉 不止气候威胁全球 恐怖攻击也让各国胆战心惊 去年底激进组织 伊斯兰国IS 在巴黎发动恐怖攻击 震惊全球 许多国家也收到情报 跨年期间可能会再遭到攻击 因此都绷紧神经 尽管安然迎接新年 但没想到年一过完 IS就在印尼发动攻击 印尼首都雅加达热闹商圈 1月14号就发生攻击 星巴克咖啡店外传出爆炸声 甚至攻击警察哨 一名远警被炸死 还有一名加拿大人不幸丧命 特别悬在人潮众多的购物中心 还对西方人和警察攻击 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 如果你想要从印尼国 甚至世界上 这是正的地方 当你把事情犯了 如果你想把恐怖 这是正的地方 因为几公里面前 会有首席公里 这次攻击是IS第一次在印尼行动 让印尼在平静六年之后 又再陷入恐怖之中 印尼警方认为 这次攻击应该是一名印尼恐闲 想要争夺在东南亚的领导定位而发起 显示IS有意将触角伸向东南亚 据统计马来西亚和印尼 已经至少有600人到叙利亚加入IS 这次印尼被攻击 马来西亚甚至是菲律宾 也都开始严防恐攻 同样面临恐怖威胁的欧洲 今年还要多面对一个分裂危机 因为英国将在今年进行公投 决定是否继续留在欧盟 英国首相卡麦隆表示 英国乐见开放公平的欧盟 但若欧盟不改革 会希望退出绑手绑脚的欧盟 而且即便日后 没有这个共同市场撑腰 英国可以重获世贸组织 WTO的独立席位 与现金经济停滞的欧盟脱钩 利用大英国协的组织力量 向全球积极拓展市场 不过英国要是真的脱欧 出口到欧盟的商品 九成以上得缴关税 而且欧盟公民不得自由到英国就业 这些留在欧盟的好处 英国不得不考虑 预计这项公投 可能为欧盟增添不确定性 投资人对欧洲市场 可能会出现短期信心不足现象 另一个左右股市走向的 就是国际油价 去年国际油价大跌将近三分之一 如今更是跌破每桶30美元大关 创下12年来新低 照理说低油价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增加利润 但这波油价暴跌被视为功过于求 经济有明显放缓迹象 因此最近油价若是大跌 往往股市就跟着下挫 除了油价外 国际股市也紧盯中国股市走向 今年刚刚上路的熔断机制 没想到开年第一个交易日 竟在投资人眼前活生生启动 当沪深300指数在当天的涨跌 达到了上下5%的时候 即达到熔断机制第一罚值 也就是暂时停止 证券和股指期货的交易15分钟 1月4号中国股市果真因为跌幅超过7% 被迫提早收市 没想到三天后 7号同样戏码再度登场 这两天中国股市大跌市值蒸发6兆多人民币 超过新台币34兆 中国眼见苗头不对 立刻宣布暂停熔断机制 虽然户股短暂反弹 但指数却还是持续下探 已经确定进入熊市 加上人民币走扁 北京已经砸下数千亿美元稳住汇率 房市也可能因为炒作 最终演变成泡沫 曾经是全球经济火车头的中国 如今股 汇 房 三大市场 都可能重伤中国经济 让全球投资人不得不把目光 又聚焦在北京身上 明时新闻五肉网 专题报道 西班牙传统的节庆 塞瓦斯蒂安打鼓节 起源于1881年 那么成群的鼓手随着鼓声 游行全程 而据说当时 人们是在圣特尔默的军事总部 发现了一些被淘汰的军队制服 于是就把他们捐赠给乐队 而后来当地著名的企业家 也捐赠了一些木桶 给乐队当鼓 而其他的俱乐部建了 也开始仿效 那么之后便逐渐演变成了 今日大型的打鼓节 在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 也感谢人收看 我是张纳欣 我们再会 她说今天的时候 不在 lent滚 不在这点 对这点 什么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